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语言学校的那两个同龄的好友 范勇和陈海波 隔三差五的也会给我打电话 劝我加入他们 怕经过做兵役的行列 他们的生活肉眼可见底 变得有钱起来 据他们所说 每天能赚几十万日元 都没有时间去花 每天几十万 这当然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数字 但我还是血绝了他们 我的本性告诉我 这种提心吊胆的工作 并不适合我 没想到很快 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 念证了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我的好友 陈海波遇害了 那是一天中午 我在家里睡午觉 迷迷糊糊的 就听到有人砰砰的敲门 我本来以为是上门来推销的 或者是搞宗教宣传的 就没有去搭理 但敲门的声音还在继续着 我开始觉得 是不是七只小梅出门忘了带钥匙 只好起床去开了门 门一打开 吓了我一跳 外面站着两个西装格里的男人 一胖一瘦 胖的那个掏出针件 在我眼前晃了 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警察在电视剧里听到 他说 不好意思 打扰你了 我们是警察 警察 这还是我第一次和日本警察面对面的打交道 心里有点慌 一边回想 我没翻过什么时候 一边又有点低谷 难道在歌舞伎丁里拉克是违法的 我经理是自己镇定 对他们说 你好 有什么事情吗 接着 胖警察问我 说 我们可以进去说话吗 我看他俩这客气的样子 感觉应该不是冲我来的 就渐渐放下心来 由于家里又小又乱 我建议他们到楼下说话 他们也没反对 我赶紧换了衣服 和他们一起下楼 找了间咖啡店坐了下来 在咖啡店 胖警察检查了我的外国人登陆症 然后才开口说证事 你是亲家的朋友吗 亲家是谁 我一开始根本没反应过来 然后寿警察又递了张报纸过来 在这上面一块用红笔圈起来的文章 我看到陈海波三个汉字才明白过来 亲家就是陈海波的日语读音 再一看文章的标题 我的脑袋里都是红的一声 上面赫然写着中国留学生被杀 我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这怎么可能 几个星期之前 陈海波还来过新宿 在街上和我聊了十几分钟 跟我说了他搬了家 还买了一辆汽车 我觉得他的日子过得简直让人羡慕 怎么就被杀了呢 我迅速浏览了一遍那篇新闻上面说 他在停车场被人用弓箭射中了后脑勺 然后又被捅了十几刀 箭 我心想这是哪门这武侠小说里的内容 胖警察又对我说 之所以找到我 是因为在陈海波的通讯录里有我的名字 女员学校的老师也告诉我们两个关系不错 所以想让我提供一些陈海波的情况 我跟两个警察大概说了半个小时 大概就是陈海波平时和谁交往比较多 和我见过几次面之类简单的问题 他们还问起陈海波的平时的收入来源 我条件反思地说不知道 没有说出他在爬行工作比骗钱的事 我潜意识觉得要是说了就是出卖了朋友 好在那两个警察也没有继续问我 收拾好东西准备起身离开 这时候一股悲伤忽然涌上了我的心头 毕竟陈海波是我在异国集市的朋友 我对胖警察说如果找到了杀死他的凶手 请一定告诉我 他下了下答应了 然后和受警察留下了名片 告诉我再想起什么的话就给他们打电话 警察走了以后我感觉特别瞒然 发了很久的呆才想起来我们共同的朋友 范勇 我连忙给他打去电话 范勇接着电话告诉我 因为和陈海波关系密切 他在我前一天就被带到了警察局 做了很长时间的调查 他了解的案情比报纸上详细一点 听他说案发时间大概是深夜一点多 第一点在陈海波刚搬去不久的新住所 地下一层的停车场 当时陈海波好像从车里走出来 往楼梯走去 一支箭就射进了他的后脑勺 但箭不是致命伤 要他的命的是凶手后来刺了那十几刀 我虽然没有出卖陈海波 但范勇对警察坦白了 他俩一起在趴金果作弊的事 范勇对这个事情也很发愁 腿上的对我说 以后不能再继续干这行 但他也不能马上回国 否则搞得好像这个案件 真的跟他有什么关系似的 所以他打算继续留在这里 开个小饭馆 不过说来说去 范勇也不知道陈海波得罪的是什么人 自从陈海波搬走后 他们之间也很少联系了 之后我一直等着那两个警察给我打电话 告诉我案件被破获的消息 这位朋友 我很想知道陈海波到底是怎么死的 但是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过去了 警察那里一点消息都没有 在这里特别补充一下 在录这期节目之前 我又去找到我的县人查证一下 这个案子直到现在也没有破案 属于日本警方的 你开个子机会 为解决事件 而且这个内部的线人还告诉了我一些 没有对外公开过的信息 第一 这个案件是职业杀手干的 而且杀手是韩国人 第二 陈海波被杀 可能和毒品或者是做舌头有关系 中间存在一些分赞不均的纠葛 那为什么日本警察没有继续查下去呢 很大原因是在中间没有涉及到日本人 死者是中国人 杀手是韩国人 所以很快就不了了之了 如果死的是日本人 他们肯定是会动用国际刑警 也要把案件解决的 话说回来 刚得知陈海波死去那会儿 我也没时间关心他更多 因为这个时候又发生了另一件 更让我焦头烂额的事情 那时候应该是1989年3月的某天晚上 凌晨一点多钟 我又和我的情人为止约好 在剧院广场西边的店员门口喷头 然后一起去西五星宿车站前的中国菜馆 去吃饭 这种看起来装修豪华的菜馆 我以前是不会关顾的 刚到购物基丁的时候 我最经常去的是吉野家 或者是松屋 这种便宜的定时店 然后不顾周围撇过来的眼光 掏出一瓶从中国带来的豆腐乳 拌着牛肉饭一起吃 除此之外 我最喜欢去的还有一家叫做厚热的面馆 Golak Soba 说起来那家厚热的面馆 与我早是有些缘分 我在购物基丁做按赖的人的时候 给过往行人发放这些广告纸巾 或者教课的时候 就每天都在这吃饭 以前是每天 每天 每天一回 吃着吃着 外面的瓶子 客人就在外面 一天声音 到处来 拉面就这样了 再吃 因为我知道这家是这一带最便宜的面馆 一碗中份的拉面也只有390日元 至今我仍觉得厚热的面馆的拉面 是购物基丁里最好吃的 因为它吃起来和我小时候我母亲 我做的拉面的味道非常像 只可惜这家见证了购物基丁40多年 变迁的厚热的面馆 在2012年的时候休业关门了 但我依然记得 每当我在这家店吃拉面时 就会不有自主的思念故乡 思念我能过世多年的母亲 我们话说回来 当我的安耐人工作真正日上 钱越振越多后 我就不再那么寒残 那段时间 我去了很多购物基丁的中国和日本的餐厅 尽情品尝不同特色的饮食 我也有一个观点 我也有一个观点 无非也是秦家肉丝 麻婆豆腐那几道菜 但我每次到了中国菜馆 都要点一道招牌菜 甲鱼 药山汤 可以说 为止跟着我的那些日子 吃到了许多日本人 听都没听说过的中国菜 那天我和为止就像一对夫妇一样 面对面坐着一个小桌子前 一边喝着美味的甲鱼汤 一边甜甜蜜蜜 碗里冒出的温柔香气 特别符合我们的气氛 就在这时 我突然就看到旁边一只手伸过来 一把抓起桌子上的杯子 把里面的啤酒泼到了我的脸上 我本能地抓起桌上的啤酒瓶 从座椅上跳了起来 啤酒瓶还没抡出去 先看到了一个满年 长着瞳孔的人 是我的妻子 小梅 后来小梅坦白 我吃掉乡亲俱乐部的工作之后 有一个顶替我在街上发纸巾的 上海留学生 就是那个人向他搞了秘 让他知道了我和为止的关系 总之小梅先是用啤酒 就破了我满脸 接着就不依不饶的大佬起来 就像一个典型的发现 老公出轨的中国女人那样 他先是骂我 你这个王八蛋 赚不了几个钱 现在又玩女人 然后又把矛头 指向了旁边 带入墨迹的位置 你这个婊子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日本鬼子 什么东西 我很庆幸 当时桌上只有一杯啤酒 要是有一把刀的话 估计已经捅进我的身体里了 关系骂人 显然不能解气 小梅骂着骂着 就一张打向了梅子 为止从镇惊中清醒过来 单门躲过那一张 气氛到她单机放进 两个女人开始打了起来 中日战争爆发了 而我不过是黄海中 一直不知所措的小船 我拼命想分开两个 互相撕扯着高声叫骂的女人 但却无济于事 几分钟后 几个店员和客人上去 拉开了他俩 为止冷静下来 拿着自己的大衣 你们看我一眼就走了 我就这样失去了 来到日本后的第一个情人 而我和小梅的夫妻之情 也产生了在无法修复的裂痕 那天晚上小梅把我 骂了个高血淋头 我一句话也没有反驳 我知道这件事确实是我的不对 但是要说我当时内心的 我的真实想法 我其实很想不通 一个被妻子羞辱的男人 在外面找一个可以分享快乐的 和悲伤的女人 真的是一个罪过吗 后来我因为担心为止受伤 打过好几次她的传扶机 但她始终没有回话 我后来留言向她道歉 她也一次没有回复 在那条街上 她的声音也反复消失了一半 此后我独自一人 走在曾经与她共同走过的街道上 看着头顶的 灵魂灯闪烁 回约起和她一起的许多回忆 我告诉自己 也许她是真的喜欢过我 至于我和小梅 我们的关系一天比一天恶化 吵架成了家产店饭 每天勾心斗角 互相见识 互相提防 我甚至顾了个 侦探见识她的行动 说侦探 听起来很悬浮 其实就是那个像小梅 打小报告的上海留学生 我稍微给了她一点好处 就把她策反成了窝的耳朵 小梅当时怀着孕 但在肚子里的孩子 长到六个月之前 她的身材完全是 看不出来有什么变化 她继续在相亲俱乐部 做那份承担优尔的工作 成天周围都有一些 寿命迷的男人 话来话去 后来在小梅生了孩子之后 我才得知 当时她跟一个银行小资源 勾搭在一起 好在尽管交停和感情生活 一团乱麻 我的事业和学业倒是稳步向前 四月的时候 东京摩托学院在新宿西尔顿 举办开学典礼 我还作为留学生代表 上台发了言 对当时的我来说 这可是一项殊荣 我请以前打工师认识的一位日本专修大学的日本学生吃了顿饭 让他帮我逆了一份日语发言稿 然后背得滚瓜烂熟了 当天上台发言时 我假装出一副现场发挥的样子 结果如我说了 非常之成功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 傅下长亲自上前紧紧握着我的双手 鼓励我好好学习 作为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 我感到自己被给予了厚望 我之后的表现也确实没有辜负他 虽然每天晚上七点到第二点凌晨 我都要在歌舞集定工作 但这一点也没有耽误 我从早上十点到下午五点坐在学校上课 摩托学院的教学制度 比语言学校严格的多了 迟到三次就算一次的旷课 出勤率达不到85%就不能升级 也拿不到签证 迟到超过20分钟要扣分 三次迟到算一次旷课 出勤率不到90%的入管局不给签证 而我在上学的四年当中 出勤率一直保持在90%以上 还正经连续两年得了金琴奖 那个奖杯至今我还精心收藏 在我忙碌的学业和工作之间 小梅的肚子越来越大 而就在她生下孩子几个月后 就迎来了我们两人的离婚大战 离婚的故事很精彩 这期节目说不完 下期节目我们专门跟大家分享这段 狗血的经历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这期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评论 我是李小牧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你不喜欢看赞 等下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 我本顶 sem节目 我先那是一号 那你把手放起来 我可以看赞 一些不同的情况 我们下期 你怎么这么这么晩 一点 Bon